齐富县自由行指南经典推荐 1.飞高山古街 位于飞地区的高山市 以其保存完整的江户时代古街道而闻名 您可以在这里漫步 欣赏古老的建筑 传统的街道 以及丰富的手工衣品店和小吃摊 务必品尝当地的味层烧 满鱼饭和飞牛串烧 2.白串香合掌村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白串香合掌村 是日本最著名的传统村庄之一 这里的房屋建筑以合掌造型为特色 紧密地排列在山谷中 您可以漫步村庄 欣赏传统的建筑风格 感受浓厚的乡村氛围 3.齐富城 作为日本国宝之一 齐富城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日本城堡 建于16世纪 您可以参观城堡内的博物馆 了解城堡的历史和文化意义 并在城堡周围的公园散步 欣赏城堡的壮丽景色 4.飞牛农场 飞县是日本著名的飞牛产地之一 您可以到当地的牛农场 体验食牛汁 观赏牛汁放牧的乐趣 并品尝正宗的飞牛料理 如烧肉 涮涮锅等 5.高山镇屋 高山镇屋是一座建于17世纪的五家屋夫 是高山市的代表性古之一 您可以在这里参观历史博物馆 了解江户时代的武士生活 并欣赏镇屋内的古汉文物 交通方式 从东京到齐富县 飞机 从东京飞往齐富羽田机场 齐富羽田空港 约续一小时 从机场可以搭乘巴士或计程车 前往齐富市区 新干线 搭乘东海道新干线或东北新干线 从东京站前往明谷屋站 然后转成J2特级列车或巴士 前往齐富县 齐富县内交通 J2列车 齐富县内有广泛的J2列车网络 连接各大城市和景点 您可以评级J2通票 轻松地游览整个县内 巴士 在齐富市和各大城市之间 有频繁的巴士服务 是游览景点的便捷方式 出租车 在齐富县的主要城市和景点周围 都可以方便地找到出租车 是游览景点的舒适选择 人文风情 齐富县 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传统工艺 如飞图 飞漆器等 您可以到当地的工艺品店 和市集购买纪念品 了解当地的文化传统 此外 齐富县还有许多传统祭典和节庆 如高山记 白川乡和掌村记等 让您深入体验当地的民俗文化 以下是齐富县值得购买的几款特色办手里推荐 飞牛前造肉 飞县是日本著名的牛肉产地之一 因此飞牛前造肉是当地的特色办手里之一 以优质的飞牛肉制成 口感鲜美 是给亲友的美味礼物 飞味层 飞地区的味层 以浓郁的风味和独特的制作工艺而闻名 您可以选购各种口味的飞味层 如白味层 红味层等 作为烹饪的调味料 或送礼之用 合掌村手工艺品 白川香合掌村 是齐富县的一大特色景点 您可以在这里购买当地手工艺品 如竹制品 陶瓷器皿 手工纸等 作为独特的办手里 齐富味层烧饼前 这是齐富县的一款特色点心 以当地的味层为主要原料制成 口感酥脆 带有淡淡的咸甜味道 是送礼或自己品尝的不错选择 非桥麦面 非地区以生产高品质的桥麦而闻名 您可以购买当地的非桥麦面 作为美味的伴手礼送给亲友 也可以自己享用 这些是齐富县的一些代表性伴手礼 每一款都有其独特的风味和特色 适合作为旅行中的纪念品或送礼之用 齐富县有许多具有丰富文化底蕴的祭典和节庆 以下是一些您可能感兴趣的 高山祭 高山祭是齐富县最著名的祭典之一 也是日本三大祭之一 每年的4月和10月 高山市都会举办盛大的祭典 展示华丽的神教和传统的祭祀仪式 吸引来自各地的游客 白川香和掌村祭 这是白川香和掌村的一年一度祭典 通常在夏季举行 祭典中会有民俗表演 传统音乐和舞蹈 以及当地特色的饮食和手工衣品市集 郡上八番宫历祭 Gujo Heikamon Matsuri 位于郡上市的八番宫 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神社 每年的8月都会举行盛大的历祭活动 祭典中包括传统的神娱游行 民俗舞蹈和音乐表演等 祈福大祭 Gifu Matsuri 祈福市的这个祭典 是为了庆祝城市的历史和文化 通常在4月举行 祭典中有各种活动 包括花车游行 舞蹈表演 传统音乐和文化展览等 长良川提示 Nagor River Yukai 长良川是祈福市的一条知名河流 每年夏季都会举行提示活动 这是一个传统的捕鱼方式 人们会在船上放出蹄鸟捕鱼 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观赏 这些祭典和节庆 都是祈福县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您可以在参加这些活动的同时 深入了解当地的历史和文化 祈福县 拥有许多保存完好的古 和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 以下是一些您可能感兴趣的推荐 祈福城 Diff Castle 祈福城是祈福市的代表性古 建于16世纪末 这座城堡位于一座山丘上 从城堡顶部可以俯瞰整个祈福市景色 城内有博物馆展示城堡的历史和文物 高山镇屋 Takayama Junior 这是一座建于17世纪的五家屋夫 是现存唯一的五家政府建筑 高山镇屋展示了江户时代的政府机构和生活方式 是了解当时社会结构的好地方 白川乡河掌村 Shirikawa Go 白川乡河掌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是日本最著名的传统村庄之一 村中的房屋建筑 以独特的河掌造型文明 展示了传统的日本乡村建筑风格 奥非大中蠕洞 Okuheida Shinhadaka Ropeway 这是一座位于飞山脉的大型中蠕洞 是日本最大的天然洞穴之一 洞内有各种形状奇特的中蠕石 让游客可以感受大自然的神奇 高山古街 Takayama Old Town 高山市的古街道 保存着大量的江户时代建筑 包括木造商店 茶屋和民宅 这里还有许多保存完好的古老神社和寺庙 是探索日本传统建筑和文化的好地方 这些古汉建筑都展示了其附线 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 适合对历史和建筑有兴趣的游客 前往参观